受到內地的惡劣天氣影響, 全日有12班來往紅磡到廣州的直通車要取消。 港鐵在車站貼出取消列車班次的告示, 不少旅客來到車站才知道列車要取消, 部分人去到櫃台辦理退票的手續。 有乘客的家屬去到車站了解情況, 她表示她丈夫中五乘搭前往廣州的列車, 但去到四點多仍未到達廣州,覺得非常擔心, 她有批評港鐵未有即時公佈。 到現在七點多,你們都知道幾個小時, 你們都不安排他們怎樣回來還是怎樣。 起碼他們都很心急想下車, 下車你又帶什麼車回來呢? 我現在在香港等他們, 我又不知道他們怎樣安排, 只是說會有車回頭, 那何時呢?可不可以給我們答覆呢? 根據班次的資訊, 由本港出發最早取消的北行T818班次, 原定下午2時32分開出, 但港鐵要到傍晚6點才通知傳媒直通車班次要取消。 港鐵解釋,直通車與港鐵列車的通報方法不同, 內地有關方面只是一直通知有一至兩班列車要延誤, 直至6點才確認列車取消後, 港鐵已立即通知傳媒公布。 香港天樂記者,韋家豪不道。 有關於一段時間, 的日庭, 正確認列車公布。 你不是說說, 你不是說不定? 好,